新北市板橋區日前發生了一起糾紛事件 有一名男子在路邊跟朋友聊天 差一點被右轉的機車撞上 當下脫口說了一句 這麼凶喔 沒想到引發了對方的不滿 用安全帽猛K被害人 另外在台北市的新一區也有駕駛 一次是為了閃機車擦撞了雙乘客運 沒有想到就跟客運駕駛當街吵了起來 轎車駕駛還猛錘車門 嚇壞了車上乘客 在路邊和朋友聊天 沒想到下一秒 機車從眼前呼嘯而過 快速右轉差一點就撞到人 路人脫口而出一句 嫁怕愛有 沒想到就惹怒對方 不雅自言連環標 歧視情緒失控不斷標罵 大街互嗆 沒想到對方一氣之下脫下安全帽 直接往被害人身上猛K 不怕啊不怕啊 你是現行犯啊 你不回走 不怕不怕啊 連卡分離 衝突發生在新北市板小區五號晚間七點多 但打人的蘇姓男子在被害人報警後立刻逃逸 被害人頭部肩膀挫傷甚至還有腦震盪驗傷提告 警方也已經鎖定嫌犯身份通知道案說明 而行車糾紛在台北市新一區也有一起 男子火氣好大直接吵客運車門敲下去 七央晚間在中校東路五段上 轎車駕駛 疑似是為了閃避前方機車不勝和雙層客運發生碰撞 兩邊駕駛為了誰對誰錯吵了起來 其實那個司機也挺辛苦的 在馬路中央大吵客運車上乘客被迫下車 雖然兩人都沒有酒駕 但警方還是通知兩名駕駛道案說明 要釐清肇事責任 今晚超會楊文豪新北台北報導